大家帮我回忆一下 这个九十几妹子 咱们之前是不是遇到过啊 好像是用突变小心女那个大号 这把我就化身成为她的小宝镖 跟着她 谁敢动那九十几妹子 啊 当着我面把她秒了 不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手左边 我手右边 我们就是狗动双煞 可不可以啊 赶上来 必定啊 他们是有来无回啊 别乱晃啊 你这 别走火卖我位置啊 但贼呢 毕竟是个小萌新 这九十几妹子 等级如此之高啊 肯定对于图书馆 有超出常人理解啊 我们看不懂她的操作 也是正常的 又过去了 继续跟着 老师讲打个偷袭 我帮你啊 哎呀 抢了这妹子一个人头啊 再撤回她 怎么嘎的呀 天桥上面有偷袭的 不行 帮她报仇 我必要站出来了 哎 下手太轻了 没第一波把她秒掉 这哥们还愣了一下 哎 狗动没人防守啊 只上去偷袭两个 还有这种好事 偷袭三个 刚才这波 足以证明这防守狗动的重要性吧 一旦被偷上来 全都是被神 一打四 也是简简单单啊 终于到了双局 我的回合 开始啊 第一发子弹空掉了 第二发 你顶得住吗 有脚步声 走狗洞 局很轻松就过掉了 只空了一发 被控也是近距离 无对手的 卡在这里冲不过来的 这人头居然不是我的 那我吃 给队友喝点汤 也是合情合理啊 连举还是 中落天桥对象 有优势啊 这四倍已经开 相当清晰 这对面可能 也就是个红脸 瞄准精 抢了咱们90级妹子 一个人头 他应该不会介意的 前段时间带他赢了一次 这次换靠继续带他赢 赢两次 我希望第三次遇到的时候 就是他带我赢了 这哥们怎么还走火的呀 陀罗姨是不是失灵了 没关系啊 我这人擅长修陀罗姨 帮你矫正一下 拿到锅 这对面会舒服许多 陀罗姨应该也好使了 拿到锅 对面也成了缩头乌龟 好短啊 左右摇摆滑闪 夺子弹 跳下去 等呼吸回血 回头反打 轮到我追你了 现在我就是条泥球 根本打不到啊 一滴血也没掉